它有拉麵那個臀骨的味道出來 再加上一些醬油味 我覺得如果依照我們剛剛的煮法 剛剛煮了兩分半嘛 麵的部分呢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太軟 它還好酷喔 首先是口感喝起來非常的純 我覺得比原味的一蘭拉麵 還要再更不鹹一點 欸這點讓我滿驚豔的 除了麵體很香之外呢 它連湯底都是非常棒的 唯一的小小缺點 應該就是它有一點點油 但是味道上是非常棒的 哈囉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呢 看到這個配色是不是就很眼熟了呢 不是不是不是蔡奇亞的那個提帶 沒錯就是一蘭拉麵在今天所推出的 新口味拉麵 說到買這個麵呢 就有一個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起床的時候 在看美食的新聞 那看到一蘭拉麵 欸出了新口味了 那必須得拍吧 所以呢趕快 出貨啊洗頭啊弄一弄 大概11點初呢 我們就已經在一蘭拉麵的門口 哇塞 排隊人超級多 號碼牌上面寫目前到28號 但我的號碼牌上面呢 是76號 有點久 是不是因為它是本店的關係 在它的旁邊呢 有一間是在百貨公司的地下一樓 所以我就屁顛屁顛的跑過去 一樣呢目前是到28號 結果我拿到號碼牌是94號 然後想說完了 會不會今天吃不到 因為我大概下午3點的時候 我就要離開了 但是這新口味這麼紅 這麼多人想吃 那我必須得拍吧 最後呢大概過了三四十分鐘 終於輪到我了 看了一下之後呢 嗯? 我沒有這個新口味 我可能是已經賣完了 然後他就說 喔你是說要吃那個 虎醬汁嗎? 然後他就看了一下我 小姐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們讓客人買回去 宅片在家吃的啦 真的是太棒了呢 所以我排了三四十分鐘 我就還是默默的進店吃了 一般口味的一蘭拉麵 你也是不虧啦 對吧 那再來呢 是因為他一次就要買這樣子一盒 有侮辱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 實在是也有點太多了 所以呢 我們決定要來抽獎 只要你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呢在下面留言說 一蘭拉麵真好吃 只要有講到這句話就可以了 我們呢就會抽出 兩位幸運兒 一起來吃這個一蘭拉麵的新口味 就詳細的抽獎內容 我們都會在資訊欄跟大家說 花了那麼久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開箱吧 好嘞 那我們來煮麵吧 美玉廚娘要發威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要怎麼煮哦 倒入450CC的水 然後先加麵 煮2分30秒之後呢 再加入拉麵的這個湯包 最後呢再看你要不要加辣粉 辣的部分我們就不加了 登登 泥 我好嘞 我好嘞 登登登 終於煮好了 其實在煮的過程中呢 就可以明顯的聞到一股 像是醬油的味道 就會覺得他比一般一蘭拉麵呢 湯頭呢在更濃郁 味道在更重一點 然後煮完之後呢 我們看到表層 他其實是有一點點浮油的 所以我感覺這些碗麵 應該是蠻重口味的 但是呢其中有一点让我有点小小的失望 我本来以为他可能会附一个那种调理包 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做好的肉 就像是马汉大餐那样子 毕竟呢如果整套750来看的话 一份也要150块 但白天去吃亿兰拉面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亿兰拉面的面体是真的非常的厉害 那汤头真的非常的浓郁 试试看吧 其实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咸 他有拉面那个臀骨的味道出来 再加上一些酱油味 我觉得如果依照我们刚刚的煮法 刚刚煮了两分半嘛 面的部分呢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太软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有马上吃啦 我们还有拍一些素材的关系 如果你是喜欢吃Q弹一点的人呢 我建议你两分钟最多 但面的部分还是很厉害 还是会想要一直吃 那我们来喝喝看他的汤好了 看他好酷喔 首先是口感喝起来非常的纯 他是有一种被包覆的感觉 就你不像是在喝一般清汤 然后重点就是他连汤都很不咸 因为早上在吃原味的亿兰拉面啊 我就没有喝他的汤 我会觉得味噌跟藤骨的味道有一点点太咸了 但是这个汤呢 我觉得比原味的亿兰拉面 还要再更不咸一点 诶 这个让我蛮惊艳的 当然在尾韵的部分呢 他还是会带有这个酱油的咸 以日本的拉面来说真的算是非常不咸的 因为前阵子有去了两趟日本嘛 有些人是咸到你汤是完全不能喝 那个喝下去就洗肾 那这个不会 如果要我把汤都喝完我觉得是可以的 只是明天会水肿 好啦 那我们这次的亿兰拉面开箱呢 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坦白讲 没有我想的经验 但是呢 实际上的口味又比我想象的更好 这样讲是不是很奇怪 但就是因为我的经验呢 是看他这个 我就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有料 又有面体 然后再加上拉面 汤底的一个包装料理包 但实际上他就只有面跟汤底嘛 租起来的成品呢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好看 就是没有像包装上的那么漂亮 但实际上吃下去之后呢 口味上倒是让我觉得满满意 除了面体很香之外呢 他连汤底都是非常棒的 唯一的小小缺点 应该就是他有一点点油 但是味道上是非常棒的 可是我觉得这次给他的评价呢 可以到... 8.3颗星吧 主要有几个原因 五分750块的话呢 没有料的拉面 那CP值有一点点低 但是他味道又很棒 偏深一点点 好啦 那最后的部分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就是抽奖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打开之后呢 我才发现 诶 他的面是 五捆装成一包 所以到时候呢 我可能要是用另外一个包装 然后再寄给你们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介意啊 那如果你觉得还是OK 想要试试看新口味的话呢 就欢迎在下面留言 参加抽奖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差不多这里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推荐一些可以开箱的东西给我吧 拜拜 municipality 去更福 如果还有这个材料 请是三四寸 一共处理 回去更kung 谢谢您 继续